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 它们含有多种重要的营养素 包括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 值得注意的是 鸡蛋中的营养物质主要集中在蛋黄中 以下是一些关于鸡蛋的主要营养成分 蛋白质 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 蛋白质是身体组织和肌肉的主要构建块 每个鸡蛋约含有6颗蛋白质 这使其成为运动员和健身爱好者的理想选择 脂肪 鸡蛋中的脂肪主要存在于蛋黄中 但这些脂肪主要是蛋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 被认为对心脏健康有益 此外 鸡蛋中还含有较少的饱和脂肪 维生素 鸡蛋富含多种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A 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B12和和黄素 这些维生素对于维持健康的皮肤 视力、骨骼和红穴球形成至关重要 矿物质 鸡蛋还提供了多种重要的矿物质 包括铁、铅、铃和锡 这些矿物质对于维持正常的细胞功能和免疫系统功能至关重要 除了改善心脏健康和降低糖尿病风险外 鸡蛋还可以在体重管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点 蛋白质是一种饱足感较强的营养素 能够让人感到更长时间的饱足 从而减少进食的次数和食物摄入量 这对于减肥和体重管理至关重要 一项有关蛋白质摄取和体重的研究发现 每天使用高蛋白质饮食可以帮助减少体重和脂肪质量 同时保持肌肉质量 这显示了鸡蛋作为高蛋白质食物的潜在优势 鸡蛋在卡路里摄取方面相对较低 这使它们成为一种理想的食物 可用于卡路里控制 当您选择以鸡蛋作为主要蛋白质来源时 您可以更轻松地控制每三代卡路里摄取量 一些研究表明 高蛋白质饮食可以促进代谢 帮助身体更有效地燃烧卡路里 这可能有助于减肥过程 并增加体重管理的成功率 除了上述提掉的好处 鸡蛋还具有其他健康益处 这些益处可能使其成为许多人饮食的一部分 势力保护 鸡蛋中含有维生素A 和黄素和维生素B12 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护良好的势力至关重要 特别是老年人 它们可能更容易受到势力问题的影响 可以受益于食用鸡蛋以维持势力 改善皮肤健康 维生素A和维生素E 是与皮肤健康密切相关的营养素 它们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弹性和光泽 并有助于减少皱纹的出现 食用鸡蛋可以提供这些维生素 有助于促进健康的皮肤 骨骼保健 鸡蛋中的磷和钙是骨骼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它们有助于维持强健的骨骼结构 预防骨折和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综合来看 每天摄取鸡蛋不仅有助于改善心脏健康 降低糖尿病风险 还能在体重管理和整体健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多功能的食物 适合包括年长者在内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饮食 如果您正在选找一种简单而美味的方式来改善饮食 不妨考虑每天享用鸡蛋 这对于您的健康可能会带来令人振奋的效果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艾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